《茶道祖》 《茶道祖》 《公道碑》 《品鸣碑》 《茶盒》 《短流桶湖》 《用于凉汤》 《盖碗》 《茶盖代表天》 《茶碗》 《茶碗》 《代表人》 《茶托》 《代表地》 《天》 《地》 《人》 《三材》 《三材》 《合一》 《为盖碗》 《泡茶》 《之精华》 《三材》 《化育》 《真》 《善》 《美》 《而茶》 《则》 《天寒之》 《地在之》 《仁欲之》 《方能化育》的灵物》 《高山流水》 《高山流水》 《福美甘露盛妙城》 《荣麗无瑕》 《茶世魂》 《绿波香河》 《曼空雾》 《雪浪喷珠》 《味》 《正醇》 《我们用开水烫去本已洁净的茶杯》 《使其冰清玉洁》 《一尘不染》 《仪式》 《对远道而来的客人》 《表示尊敬和欢迎》 《同时抛给大家一个问题》 《谁能答上这个问题》 就可以喝到这杯珍贵的芙蓉绿雪 请问中国的茶饮 日本的茶道 中国的茶饮 他们的好心在里面吃 请问是什么吃 《雪鸡》 《不对》 《茶》 《昏》 《放一张湾》 《别雨晴也有点 fun》 大家可以先吃香一下 《赏茶》 《茶》 有三瓶 第一瓶 为盐瓶 《观其行色》 此茶是芙蓉绿雪 志和 由荷花花瓣 早春嫩芽精致 明代成蓉 茶谱一书 著有芙蓉绿雪的制作 于日末初始 将半寒花剥开 放信茶一撮 纳满蕊中 以麻绿渣 绿起金素 尽早摘花清出 用剑纸包烘干 如此切刺 举起烘干收用 不胜香美 投茶将芙蓉绿雪 从洁白如玉的茶盒中 拨到茶杯时 芙蓉绿雪飘然而下 好似仙女散花来 恰似芙蓉初处暗香涌 绿雪落潭花味蓬 润茶 绿波荡香 人食魂 雪浪喷珠味至醇 芙蓉绿雪不耐高温 温度过高 容易烫伤茶叶 故此 冲泡芙蓉绿雪的温度 不宜高过85度 先将煮沸的开水 倒入短嘴壶 使其温度降低 端起茶杯轻轻摇动 使其充分发泡 逼出茶味 十月 容天下茶室 和世间正气 使绿雪香茶 谈蝉浮沉之心 泡茶 物莲蝉心的手 一高一滴点蒸茶水 像似凤凰在点头 我们形象地称之为 凤凰三点头 水乃茶之母 为了炮制极其珍贵的芙蓉绿雪 我们采用了来自于两百多万年前形成的龙门山冰川水 它冰清玉洁的气质正好能体现出 芙蓉绿雪崇高圣洁素雅的内涵 焖茶 香叶翻腾百泪生 盖纹口大底小 只要稍加波动方能使茶汤的浓淡均匀 荷花是中国的传统名花 花叶清秀 花香四溢 沁人浮沸 有迎娇阳而不惧 处于泥而不染的气质 是吉祥丰心的预照 是佛教中神圣 晋洁的灵物 是真善美的化身 焖茶的过程象征着天地人三财合一 共同育化出了芙蓉绿雪的真善美之精华 闻香 闻香 碑里清香浮清气 闻尝甘露味 新闻圣妙香 闻香也称为笔品 细细品贝 滋味有茶叶的干唇 荷花的忧香 芬茶 清水茶香出芙蓉 天然绿雪去雕饰 芙蓉绿雪震合 由荷花花瓣 早春嫩芽精致 荷花的花瓣中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新有维生素 对人体新陈代谢 调节体内循环系统和内分泌 具有重要自由 颐色助颜振心趋凡 清毒润肠 酱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